都挺深的,是吧? 如果看不懂,就要找些工具書看一下,OK? 另外,在這本書裡面,我們分成五個部份的 第一個部份叫做 即是講我參選的時候 所有的文宣,即是我們的宣傳品 包括在造勢大會裡面所講的東西 包括我的競選廣告 編編文章 都是嘔心拿血 這個部份叫做 不怕孤立,才可獨立 我們在選舉期間,被主流媒體邊緣化 就算是親民主派的報章 都是報導公民黨和民主黨 對社民連是隻字不提 我記得我在七月尾去報名參選的時候 當然是新聞,是吧? 我第一次去參選,是吧? 我去報名參選 在這個尖沙咀天星碼頭有一隊車隊 是吧? 殺到深水埗,區議會 這個民政事務處那裡報名 還有百幾二百個紅山軍 第一,找顯微鏡都找不到在蘋果日報 有一個網民,在高登那裡 留下一個留言 他說 為何我今天找雲平的叫雞板 都找不到憶民參選的消息呢? 我連叫雞板都找了 都找不到他參選的消息呢? 我們當時被主流媒體邊緣化 封殺電台、電視、報紙 完全把我們社民連 參選的消息淡化 在這種情況下 你如何去絕榮而出 殺出一條血路 所以 這個不怕孤立 才可獨立 就是講我們當時 在這麼困難的環境 這場選戰究竟要怎麼打 我們很感謝這些年輕的朋友 我們通過互聯網的平台 我們去動員我們的群眾 到最後在九月五號 我們又創造了一個歷史 在九龍公園 社民連開了一個造勢大會 那天有三千多人參加 這個是香港歷史上 政治選舉 第一次最激情的造勢大會 我們請了LMF 來跟我們wrap粗口歌 整個選舉的主題 就八個字 沒有抗爭 那又改變 九月七號之後 我們拿到十幾百分的選票 三個立法會 其實如果不是政府飽陰毒 將九龍東的選區 減一席 九龍西加一席 社民連已經有四席 這個就是 在主流媒體 和民主派 建制派 就是左右夾擊下 我們殺出了一條血路 就是我們不怕孤立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獨立 第二章就是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 就是將我們在立法會裏面 的抗爭 我們對政府 對當權派的鬥爭 所有我們的動議辯論發言稿 全部都在這裏 老人家 基層 性工作者 所有那些在社會上弱勢的人 我們 為他發聲 那個紀錄 全部都在這裏 第三章 第四章是 黃赤直沉 都不妥協 這一部分就是 講我們 對於民主政治 對於普選 那個執著 是一步也不能讓 一步也不能退 這一部分 你會看到我大罵林瑞麟 罵他人肉錄音機 結果知名度很高 到台灣訪問的時候 電視台說 他有個花名叫做 人肉錄音機 又是我幫他改的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附錄 附錄裏面有七篇 其實都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毓敏爾坦一年搞作事件簿 從9月7日 即是去年 我選舉贏了之後 我參加的所有活動 其實 我們有一些 屬於世規模那些 我們抽了出來 沒有列進去的 例如去處理 是吧 即是 那些我們都沒有放進去的 所有 我們去學校演講 開會 參加論壇 全部都在那裡 原來我自己看回 我都發覺 我是天人來的 原來是 第二就是 我參與的立法會委員會列表 有些人說 我們只是 懂事 都沒有去開會的 原來我們一看回 我們參加了 十三個事務委員會 和專責委員會 和那些小組 全部要開會的 公民黨批評我們 說我們沒有參加這個法案的審議 因為他們是律師最喜歡審議法案 他們是很多入審議的委員會 我們社民人入了五個 我入了一個 他們說我們不參與立法 各位 這些又是門客 這些法案委 不會開兩次會的 你知道嗎 這些條例不會 開兩次就收工了 還有全部是按照政府那一套 你又不能收定 收定就通不過 開來做甚麼 是不是 做立法會議員 尤其是香港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立法 你提不到私人條例草案的 你當然要做監察政府 為民請命做多些那些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 原來我們也參加了 十三個常設的 即是說 你是一年到晚都要開會 其中有兩個小組是甚麼 是我們為了支持弱勢族群 我們要參加的 一個就是保安事務委員會 裡面有一個小組 這是我建議參加的 就是關注性工作者 和剝光珠手薪的一個小組委會 是針對這個警權 開過無數這麼多次會 要警察放射的時候 不要吃白黃餐 不要操作性工作者 這是一個常設的小組 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下面 一個小組 一個月要開兩次會 所以他們說 叫我們回水 我就希望他加我薪 是不是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有對政府的質詢 還有一個附陸 就是回應民主黨和公民黨 打壓社民連議會抗爭的聲明 也有一個呢 就是鄭經安寫的一篇 分析社民連 如何挑戰民主派和建制派 最後一篇 就是社會民主連線 和新媒體的關係 那這本書的內容 這裏總共有三百八十元 超過二十萬字 賣七十八元 八折六多元 是否看得難 是吧 所以大家最好 一人買一本書 我簽名 快靚正 那現在正下來 因為其他那些我不說了 因為實在 大家可以回去看 這本也可以作為通識教育的書 裡面有關一些公共政策 房屋、醫療、政治、保安、民政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其實一個立法會議員 只要你做全職 你勤力 你真的可以出到這本書 但到現在為止 香港這麼多年 我真的見不到一個 立法機關的成員 在他做完一年 立法會議員之後 可以出這本書 為什麼呢 為什麼出不到呢 很奇怪 我都覺得 那我也很感謝明報出版社 他們有眼光 其實我在 今年 當選 即去年當選議員之後 我就已經跟我的同事說 我會在這個會期結束 如果趕得及 在書展 我要出一本 《毓民議談搞事錄》 那時候我剛剛做了 是不是 但我有了這個想法 大約兩三個月 所有明報有位編輯打給我 他說 毓民 我們想跟你出一本書 講講你在議會裡面的事 不要讓人覺得你只懂 掃牆 定招 那我在想 你真是厲害 是吧 為什麼你這麼聰明呢 因為我一早想到要出 我也很討厭明報的 因為我們 定招掃 掃牆 講粗口 他連續寫了三篇的社評 動我們 民主黨 就是因為明報的社評 所以跟我們劃清界線 開記者會 發表聲明譴責我們 但是 因為這一位 明報出版社 的小姐 這麼有眼光 即使我很討厭明報 我也給明報幫我出這本書 是